还有传承慈济正言法师所推崇的 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的精神 佛教慈济基金会的美国总会 以数十年如一日的认真态度 在全美国建立起医疗教育跟人文置业 并且准备在10月15号跟16号两天 要在总会举办名为音乐人文响宴的募款活动 欢迎华人民众踊跃参加 秉持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人文情怀 美国慈济总会在全新投入 美国中西部风灾重建和海地震灾之后 今年持续推动灾后重建和助学的工作 希望更多美国华人持续爱心 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我们不但去帮助人 然后能真的能够带动这些人 继续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那就不是灾难了 那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爱的开端 那我看到的是这样 我看到的是灾难过后 那个爱的启发会让世界越来越好 当然这个力量要更大 所以这也是我们办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 除了延续爱心之外 投入慈济工作长达12年之久的歌手万芳 这次也特别排除万难来到洛杉矶 要以美妙的歌声和大家重新相聚 重温那份人性中最难能可贵的慈悲和感动 很多的关怀还持续 然后很多的建设不断的在增加 然后很多的师姐们经过了12年的时间 他们还在慈济 还穿着制服 还是在跟我们抢那个最不好做的位置 就很感动 一连两天的募款活动 不仅要让所有参加的民众欢喜捐款 并且在心灵上回馈满满之外 以后潘莉莉更和慈济师工们 一起带来台湾慈济人 今年最新推出的慈悲三昧水颤表演 就是用非常非常分活的方式 然后把它演出 然后去呈现出一个水颤 然后希望藉由水颤的这个演出 能够让大家知道 在这么大动乱的时代里面 真的要好好的在大家忏悔 对活动有兴趣的民众 除了可以在15日和16日下午1点半起 前往美国慈济总会 参加总济氛围三大区块的 各项慈济人文活动之外 想要出钱出力的海外华人 也可以上慈济美国总会网站 共同打造爱的社会 东正新闻 叶红志 李宗瑶